大家好,欢迎来到范神论,听我给大家神论 今天我想跟大家借着这个流浪地球的热播 聊一个话题,叫西方文化的思想刚毅 我们从哪聊起呢?就从这个文艺复兴的作品聊起 刘慈欣这一代人,他是63年吧 我是70后,其实我们6070后的这几个年龄段的人 我们的成长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呢,我们完全没有经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像老一辈人,可能很多我的祖辈 很多还是上过私塾的 生机勃勃的,像我们父辈经历的新中国的初期 也没有经历 所以我们思想里边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打有西方先进的 这样一种思想刚毅 这个刚毅是非常难以磨灭的 我自己是努力了20年 自己去一条长匙,一条长匙的去琢磨,去验证,去结构 努力的想重新构建起一套 能够克服这种预装偏见的知识系统 但是我自己发现有时候不经意间 这个刚毅还是会冒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人很难跳出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创造了这个现代文化的框架 这一点在《流浪地球2》里边,比如说刘慈欣在采访的时候 他对这个电影高度评价 但是有句话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乐了一下 他说某一看不像中国人拍的电影 其实我第一印象也是这个感觉 但是再回过神一想 我们这句话本身是有意思的有问题的 刘慈欣当然是在表达一个积极的意思 他是在赞美这个电影 而且讲的是一个事实 在此之前中国人确实没有拍出这样的水平 但是就是我们这种无意识的反应 也透露出了我们这代中国人心中缺乏深层的自信 刘慈欣是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人之一了 但是即便是他也要经过那么一转念的过程 才能够接受中国文化真的可以讲的这么好 所以我在网上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就很有意思 他说下一代中国人不会再这么说了 他们第一眼会感觉说这一看就是中国的作品 甚至将来会说只有中国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 这位网友就反映了我们青年一代发自内心的自信 过去很长时期我们中国人第一步都会想我行吗 现在我们年轻人可能从小都会觉得我不行谁行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在三体里边第三部死神永生 在冥王星有一个地球墓碑 罗继建了一个墓碑里边特意留下了蒙娜丽莎的画像 当然他这个情节奏设置是有的充分的理由的 因为罗继在卢浮宫在画前面爱上了庄严 刘慈欣选择这幅画他也不是偶然的 包括罗继他选的面壁的地点 是包括对北欧风格的那种向往 都是在不经日间反映了欧洲启蒙文化 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思想刚映 其实我们真的看一看这个文艺复兴的历史 文艺复兴呢 他恰恰是这个欧洲古典美德和基督教道德全面崩塌 带来的一个欲望横行的时代的产物 这个时期有的非常伟大的一面 但是也要看到他非常不好的一面 比如说在这个时期欧洲变成了这个性乱 恋童癖 同性恋 受奸等等非常普遍的一个阶段 比如最近我们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小孩子 6岁的小孩上女厕所 结果引起他母亲和一个女士之间的一个冲突 这个视频呢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炒作 但是美国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美国很多家长会说 我这个男孩子 我就不能让他自己去上这个男厕所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里边这个恋童癖太多了 所以很危险 包括这个在基督教会里 在各地的教会里 这种丑闻非常非常多 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教会就是淫乱时尚的一个领导者 当时这个教皇红义主教和这个意大利的那些共和国那些城市 他们都觉得这些罪行太严重了 想找一些更轻的罪行来替代他 所以干脆以毒攻毒 公开的来鼓励卖淫 教会公开的宣称 卖淫是必要的恶 所以这点很有意思 就西方文化特别喜欢把某种恶给说成是必要的 或者把某种必要的东西给说成恶 当时这个基督教会呢 他会引经据典来论证妓女的合法化 他引用这个圣奥古斯丁的话 奥古斯丁曾经说 废除妓女 整个世界将被欲望吞噬 托马斯·阿奎纳也说过 如果卖淫被压制 人类的淫欲将推翻整个社会 如果把妓女都赶走 世界就会充满肌肩兽形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奇怪逻辑 还是说这就是欧洲人的文明本性呢 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呢 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 就是梅毒这些性病的泛滥 梅毒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普遍景象 为了回避这段历史 欧洲不少学者后来不断的军有区去编造 说梅毒是来自美洲 是因为印第安人这个野蛮乱交传染给欧洲人 但是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 为什么呢 你解释不了为什么在欧洲 梅毒成了一种瘟疫 但是在印第安却没有 在美洲却没有 所以这些信息呢 这个文艺教授 他的科学革命的密码 这个书里边讲的很多 另外这个欧洲的宗教改革 其实跟性病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基督教世界太放荡了 所以导致了普遍的这个绝望 混乱恐慌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这个宗教改革 我当时就一直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特别强调清洁 特别强调这个极端禁欲苦行的这样一种运动呢 后来读到这个文艺复兴这样一段历史的时候 就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新教运动 另外比如像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 像《淡丁的神曲》 对当时社会的描写也是说到处都是这个暴君 然后是一个奴隶社会 这种永恒的战争状态 包括甚至干脆说欧洲 意大利就是一个大忌愿 文艺复兴呢 这个它的伟大和重要 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和哲学家们 不断的挖掘建构起来的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学者思想家 在构建文艺复兴的这个伟大形象上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文艺复兴这么一个现象 被我们崇拜至极 所以刘慈欣也未能免俗 在三体里边逻辑 都要不惜跑到卢浮宫前面去瞻仰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呢 在当时其实都是国王贵族和那些商业家族 他们花钱采购和雇佣制作的这种工匠作品 虽然在艺术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大师 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艺术品呢 跟我们今天深圳的这个大芬游化村跟浙江的这个很多这个欧式家具之乡 那些批量生产的作品本质上没有区别 而且里边最受欢迎的一部分呢 就是借宗教题材创造创作的各种这个色情图画 在性质上和我们中国古代流传的这种春宫画 其实在功能上是差不多的 回到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 它确实是个伟大作品 我也非常欣赏 它从那个时代无数的这个工匠作品里边脱颖而出 说明它本身就足够伟大 但是它是否真的能达到了一个能够代表人类文化高峰 或者代表人类审美高峰的这样一个代表者的高度 我觉得这是值得画一个问号的 文艺复兴绘画的那种风格技法 无论它的这种细节光影色快还是透视 其实跟那个之前的这个艺术风格相比呢 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很逼真嘛 一种真 但问题是艺术真的是用逼真来反映现实吗 特别是在后来照相技术产生之后 这种艺术还有多大的价值 那么我们往前去幻想到了三体中描写的那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人们还会不会 把跟低像素照片类似的这样一种艺术作品 把它赋予多高的艺术价值 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 值得在太阳系即将毁灭二维化的时候 把它刻意给保存在人类的墓碑里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情节设定的 实际上是带有我们今天的这种文化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 当然呢我这个完全是一个过度解读啊 对于一个科幻作品 我们就去读它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这种想象的美感 就已经足够了我只是借这个引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角度 只是想说呢西方文化的思想刚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擦掉的 我讲这个内容绝对不是说对大刘啦或者对这些作品对电影的这个批评啊 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吧 幸好这个我们今天人类没有这个人体冷冻技术啊 不会出现这个像张北海这样的人打上了思想刚硬 然后冷冻到几百年之后再去这个影响当时的社会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种思想刚硬呢 它通过这个代际更替 通过年轻人一代一代的成长起来 通过中国文化自信的建设 我们是可以把它给替代掉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希望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早日回到这个人类文明之巅 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边 不再需要拿着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作品 来把它想象为人类文明人类文化的巅峰 我期待的这么一天的到来 好谢谢大家